大家好,我是徐老师 今天我们来讲2018年的欧阶里的数学竞赛 我们就讲6到8题 好,我们看第一题 For how many integers k with this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角度 然后0到18 那么说明这个它10k的话 就是相当于是0到180度 那么我们就有这个整体 它应该是 我们把它假设看成一个a吧 我们就说这个a它应该是在 大于等于 应该是大于0 0到1之间 然后我们解这个不等式就行了 5a-2除以a的平方大于等于2 那么把a移过去 5a-2大于等于2a的平方 所以2a方-5a加上2小于等于0 解这个不等式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factor成这个 对,是这么factor 2a-1 a-2小于等于0 所以我们就有a小于等于2 大于等于2分之1 也就是说这个sine10k 它必须是小于等于2分之1 那2就无所谓了 它应该小于等于1就行了 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知道sine它大于等于2分之1嘛 那我们画一下 30度是2分之1 150度也是2分之1 这个中间就是2分之1到1的情况 所以k可以等于3,4,5 一直到15 所以它问的是how many 那么总共就有13个 好,看这个b 大家自己把题目读一下 然后它说 它问的是 2 value of t for which k和 j at the same place 相遇 那么第一个t1比较好算 t1的话 实际上我们用297除以这个6加5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用计算计算一下 297除以11 会算到27个second 这是第一个 然后t2 t2它实际上是相当于是这个k 它是走了这样 而b呢 我用另一条颜色 它是走了比如说j 然后他们相遇了 对吧 那么 相当于他们总共的路程是走了297乘以3 然后其中a是k是走了6乘以tr 6倍的tr 而这个b它是走了 这个最好用方程来做 b它是走了297 然后加上7.5 乘上这个t2 减掉总共tr 然后它减掉这一部分 而这一部分 它红色的这一部分 它走的是297除以它的这个速度5 对 也就是说它7.5只走了这么一小段嘛 那我们解这个方程就可以了 那么把这个297过去相当于是297乘以2 297乘以2会算到594 等于6倍的tr 加上这个把它打开来 7.5倍的tr 减去 这个用计算计算一下 297除以5 乘以7.5 会算到445.5 然后再13.5tr 会等于这个 加上594 会算到1039.5 所以tr算出来是等于 77 对两个答案 好第七题 8people 大家题目读一下 它说 有四个canoon 有四条船 八个位置 What's the probability that no two of B, C, M will be in the same canoe? 那这个我们考虑一下 就是它的分母 我们考虑一个个选吧 会比较简单 比如说B 它一上来有八个位置可以选 那么C本来它有七个位置可以选 M有六个位置可以选 但现在一上来 比如说B 它有八个位置可以选 接下来C呢 C就不能跟它做同一量了 它只有六个位置可以选了 然后比如说C选定了之后 M呢 就只剩四个位置可以选了 所以这个就是答案 那这个cancel一下 所以答案就是4除以7 好 看一下这个 大家题目读一下 他说Diagonal WX Slope of 2 那我们画一下Slope of 2 这个就是WY 然后我们画一个Square 好 这是一个Square 这个是WY 那么WXYZ 一般是这样 逆时针过来嘛 WXYZ Determine the sum of slope of WX and XY 那我们实际上只要把这个Slope of WX X求出来就行了 然后又因为XY和WX是垂直的 我们用那个-1除以就可以了嘛 那么怎么算这个Slope of WX呢 我们可以假设这个角是A 我们只要求出来Tangent A就可以了 而我们已知的是这个大角B 我们已知的是Tangent B 等于2 然后我们又知道A是等于B减掉45度 这里用一个角的合差公式就可以了 所以12年级的这个Sine Cosine Tangent 角的合差公式 大家如果参加竞赛的话 你还是要把它背下来的 那我们知道 我写一下合差公式吧 我们就有比如说Tangent X加Y 这个的公式是Tangent X加上Tangent Y 除以1减去Tangent X乘以Tangent Y 对吧 那么这里我们要求的是Tangent B减去45度 这就是Tangent A嘛 这个是等于这个X的公式是Tangent B 减掉Tangent 45度 然后底下是除以1加上Tangent B 加上Tangent 45度 那么这个减的就很简单 你把这个-Y放进去 它自己就出来了 对吧 那么Tangent B是2 Tangent 45是1 然后除以1加上2乘以1 这个就是算到了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slope of这个slope of wx 是等于三分之一 那么所以这个slope of w of xy 它就是等于负1 除以这个三分之一 这个我们十年纪就学过了嘛 等于负3 那么所以把它们两个加起来 会等于这个sum 就等于三分之一 减3 等于负的8 over 3 对 负的8 over 3 那好 我们这个题就讲完了 好 我们看第八题 那我把这里稍微擦掉一下 第八题 这个log你一般用那个change base rule 就肯定是可以做出来的 那我们先把它change base一下 log上面是48乘以 这个变成3的三分之一次好了 底下是除以log2x 上面是log162乘以2的三分之一次 再是除以log3x 那么我们先把它都change一下吧 比如说你48 我们知道是2的四次方16乘以3 那如果我把48变过来的话 它就变成2的四次 然后3的一次乘以后面3的三分之一次 就变成3的三分之四次 同样的道理 162它是81乘上2 81是3的四次方乘以2 所以就把它写成3的四次方 乘以2的三分之四次 这个三分之四三分之四 好像差不多 这个到后面大家会发现 它是可以约掉的 然后底下log2x 我就把它变成log2加上logx 反正都把它打开来 好了到了这一步 那么到了这一步之后 那我们把上面也得打开来 上面乘的话就变成加 就会变成这个加这个嘛 而这个就可以变成四倍的log2 加上三分之四 log3 底下还是除以log2加上logx 然后这个变成了四倍的log3 加上三分之四的log2 再除以log3加上logx 那到这一步的话 大家只能交叉相乘了 没什么别的办法 然后写一下 其中一个是 四倍的log2 log3 加上这个三分之四 log3的整体的sq 还有在这边 那个没位子了 写过去一点 然后加上logx 这个我就接着写四倍的log2加上三分之四的log3 然后另一个交叉相乘呢 是得到也是四倍的log2 log3 这个就可以约掉了 待会儿 然后加上三分之四的log2的sq 然后是加上logx 然后四倍的log3加上三分之四的log2 这两个上下是相等的 那么约掉了之后 然后我们先把数字的都放到一边 另一边变成三分之四的 这个log3的sq 减去log2的sq 这个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差公式给它打开来 然后这个是会是等于logx 把这个数字移过来 会变成四倍的log3 减掉三分之四log3 那就是三分之八的log3 减去log2 这里没什么位子了 好 那把这个平方差打开来 那这里面就变成了 log3减log2 乘以log3加log2 然后log3减log2互相cancel了 然后三分之四和三分之八 还剩下一个2 最后就变成了 最后把这个2除过来 然后log3加log2变成log6除以2 会等于log6的二分之四 然后左边这个是会变成log6的二分之一次 会等于log6 所以x就等于6的二分之一次 就是根号6 这个题计算量稍微有点大 但是基本上一路算下来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实际上计算量更大的是这个题 好我们看这个 他说大家题目读一下 他说这个是718 这个pq是250 那么ap就是 这ap好像没什么用 然后现在他把它转了一下 这个还是250 这个还是718 determine the length of bc 那我们假设bc是x吧 这个题有点麻烦 这个题我们就 假设这一段是a吧 那么这一段就是x-a 假设这一段是b吧 他就要用到一个 他这种问题肯定是用一个相似三角形 用这个三角形和这个三角形相似 然后再用一个 用一个相似三角形 再用一个a方加b方等于c方 那个定理 就是那个叫勾股定理 然后最后他肯定会变成一个 一元的 只有一个位置数的方程 然后给解出来就行了 思路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这一段就是718减掉b 然后这一段也是x 因为他写过来了嘛 所以整体的步骤 我们就有 首先a方加b方等于250 然后x-a的平方 加上718减b的平方 会等于x的平方 然后相似三角形 我们就有250比上x 会等于a比上718减b 会等于b比上x减a 就这么三个条件 那怎么给他画一下呢 那第一步把这个打开来 x方减2ax加上a方 会加上718的平方 减去2乘以718b 加上b的平方 等于x方 然后x方跟x方就约掉了 a方加b方 会变成250的平方 那这个条件就用掉了 对吧 这个我就给他变成250的平方 加上718的平方 减去2乘以718b 减去2ax等于0 那么我们发现 这一步交叉相乘的话 我们会得到ax是等于250 乘以718-b 那么再把这个ax带入到这里来 最后就只剩一个b了 那就很简单了 那么这个减2ax 我们就可以写成 减掉两倍的250 再乘以718-b 这个等于0 那这个我们给他 打开来一下吧 这一部分 反正这个怎么解都行了 这只剩一个一次方程了 就数字大一点 这个是减去2乘以278b 减去2乘以250乘以718 这个是加上2乘以250b 等于0 然后这三个 可以变成718减去250的平方 然后把这两个拿过来 变成2乘以718减去250乘上b 然后共同约掉一个这个 所以718减去250 会算到468会等于2b 所以算到b就等于234 然后那基本上就做出来了 然后算a就等于250 方减去234方开根号 这个会算到 可以用计算机 减去234的平方 再根号 a算到88 然后再算x x就等于250乘上718减掉b 除以a 那这个就等于250乘上718减掉234 再除以88 1375 那我们就算完了 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把能列的条件都列出来 最后它肯定可以变成一个一次方程 大家就尽量往那个方向努力 然后log呢 一般你把它change base rule 再怎么变一下 肯定是能算出来的 然后从第7题看呢 就说明你12年级的这个 三角函数的核差 这三个公式 sin cos tangent 你还是要背一下的 肯定能用出来 其他就没什么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